很荣幸能够来到悉尼这个地方 特别跟我们悉尼的同路人 也是我们海外华人一起见面 我一来 从我开始宣教 就一直跟华人在一起 还记得第一次到中国的乡村 农村去的时候 晚上的飞机到 然后就坐了一两个小时的车 到农村里面去 然后一直在中国里面 有时候到火车站 有时候到机场 各位都是从大陆来的 各位都会知道 各位一踏入大陆的时候 那边的华人非常的迷茫 人生很残酷 对他们来说 不但是家境的问题 各方面国情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所以都不能很自由的这样敬拜神 那各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到西方国家 可以说是精英了 前几年我就已经开始到北美去 也在那边也建立了生命堂 那边的弟兄姐妹 感觉上跟各位一样 那么看到大家的时候呢 我知道为什么神这样恩待你们 有时候我知道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也并不是单单像牧师说的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生活很好 其实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困惑 有时来到这边也寂寞 然后家人都在中国 或者别的地方台湾 那各位心里面有时候也想着他们 这里的工作压力 各位毕竟是一个移民过来的人 所以有时候也担心失去工作了 各方面 那家人有事的时候 马上要买飞机票回去了 所以呢 我们都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 一直在要生存的那个光景 一直奋斗 那很感谢主 在我们这样的迷茫的光景 主敞开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对这个福音 有饥渴 其实这个福音到了 我们中华民族 现在还算是初步了 在西方国家呢 基督教教义各方面 那教会的阵容 各方面都已经我们看到证据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走下坡了 但是这个福音的登台来到亚洲 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大陆 现在开放之后呢 很多的人很自由的 要来认识福音 那有些人是在香港 有些人台湾是比较自由一点 跟大陆里面不一样 但是我见到你们 我心里面马上感觉到一个温馨 我其实这一次来 没有打算 也要带领特会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呢 给各位讲上两三天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这两天也一直在参加另外一个特会 刚刚两天我听了英文 现在要把他 现在马上整个人要讲中文的时候 所以有一点辛苦 但是我们靠圣灵吧 主既然叫我们相聚 必定有他的话 各位 我们的主说 我们要分辨时候 主说你们能够分辨天气 为什么不能分辨时候呢 我们已经来到历史的这一刻 我不知道各位怎样看 有些人觉得很好啊 科技很发达 生活很舒服 有互联网时代 什么都懂 但是各位有没有分辨时代 各位有没有看自己的心灵的光景 其实我们有的多 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享受的少 我们懂的多 但是我们很惧怕 我们一直怕赶不上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的那个心 那个重度 其实比我们父母担心我们更多了 有时候单单一两个孩子 或者一个孩子搞不了了 因他崩溃了 因他抑郁了 对不对 所以人的心灵的光景 各位看得到吗 在末后的时代 必定有危险的日子 那时候人怎样 第一句话 人专顾自己 让人专顾自己要的东西 远远的比你们上一代 更多的需求 更多的理想 那个时候 你的不平衡感 你的缺乏感 惧怕感更多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要分辨时代 看自己的心灵 看自己的孩子 他们拿着手机 他们拿着电脑 他们懂得多 但是他们很脆弱 我现在在新加坡 有时在中国 上一次回来的时候 孩子11岁考试呢 拿不到父母亲的 那个成绩的理想 马上就跳楼了 这样的消息是 我们到处都听到的 好像为什么 这个时代的人 懂得多 他们得到很多的情报 但是他们的心灵里面的惧怕 无能 无奈 受控告 其实远远的超出 我们上一代 因为这个是末世时代的 征兆来的 人无亲情 不解怨 你孩子呢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 他也懒得回应你 他们的心很冷 我们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中国文化革命之前呢 我的同工说 人还有亲情呢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问候 看到彼此都问候 但是文革之后 然后在独生子女政策里面 养出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很奇妙 受到社会的冲击 受到国情的冲击 然后人就是一直向往 要赶上社会的时候呢 那个样子 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出现 在下一代出现了 然后各位说 这个心灵里面的事情呢 是怎样呢 各位心灵里面的事情 一定会反噬出那个实况 所以你分辨时候的时候 你看自己的心灵 你的后代 你旁边的人的心境的时候呢 你看整个实况 这个时代 现代 这个恐怖分子的来临 对不对 科技越来越发达 但是各位会知道 人都惧怕战争 各位每次每次 我们看到那个消息 新闻的时候 我们知道实况 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 我一直在想 心灵里面 我们人的实况里面 现代的实况里面 就这样的问题 是其实我们天天 能够看到的 我们人 我们信徒是活在其中 但是不能分辨的时候 就是没有清醒的问题 没有清醒 那你没有清醒 你不会因那个问题 被刺激 你不会因那个问题 更需要上帝 对不对 所以人还是 带着自己的动机 来找上帝 其实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各位 我告诉你们 神许可的 神许可的 神要把他的子民 带到尽头 神要把他的子民 带到一个地步 他们没有办法 就好像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要呼求神 那个时候 神要听他们的呼求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问 那谁能够拯救这个时代 谁能够拯救 现在的人是 我们现在一直看政治 对不对 我们政治 谁能够改变这个时代呢 所以现在 最出名的就是 我们美国竞选 对不对 11月8号 每个人就等着那个时候 我跟各位说 各位不要把那个期望 放在那个地方 其实美国已经是证明 再聪明的 再高科技的 再有果断的 再有聪明的人 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 有教会不明白这个东西 所以教会呢 教会里面很多的信息 没有办法把解决罪的 那个福音 能够使人 使人光照人的内心 看见自己里面的可怜 无能的 那个福音能够讲出来 教会没有办法讲出来的时候 走什么 走人本 所以积极思想学 就在教会的讲台里面 教会里面 各位会看得到 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信息 都是人照出来的 很多的制度 很多的structure 那个system 在教会里面 其实都是人照出来的 教会里面 各位 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悉尼这个地方 我就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面是 这个悉尼的信息是怎样的 我知道它跟北美一样吧 我已经去过西方国家 我都知道的 来的时候 我就看 北美我已经知道了 从那个基督徒 时报 那个地方 我就看统计 都会知道的 其实 简单来讲 多少信徒 是重生得救的 这个东西是很主观 没有人敢讲 在美国里面 说我们跟主耶稣 基督 有个人的关系的 这些人 基督徒时报 做了一个采访 其实这些人当中 四分之一 他们是认为 其实你不需要接受耶稣 你只要行善 也能够上天堂的 能够上天堂 有很多的道路 就这样 百分之四十的人 是认为说 认为说 这个回教 回教的阿拉 跟基督教的上帝 是一样的 这个是美国的光景 美国的光景 我刚刚参加了一个 门徒培训的 那个特会 我过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一些统计 他们有一些统计 其实十个人 十个基督徒 他们访问的时候 只有一个说 他的整个的生活的 道德指标 是按照圣经的原则 来进行 只有一个 十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百分之十 是这样 教会里面的光景 是这样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就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教会没有神学吗 教会没有牧师吗 教会没有 其实都有 其实都有 圣经怎么说 他们常常学习 但是终究不明白真道 阿们 各位 这句话明白吗 他们常常学习 背诵经文 新约旧约 神学学术的各方面 对不对 各种经历 属灵的经历 各种的恩赐追求 但是终究不明白真道 神的道讲什么 神的道 那个赤入人的心灵里面 对不对 像两人的剑 活泼有功效的 那个道 能够苏醒人心的道 有没有 在教会传讲 你说牧师 牧师有 我们很多的牧师 他们讲道的时候 我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跟这边几个牧师讲话 我一看牧师的脸就是 蜡烛脸 其实痛苦的 在这边 牧会 被人看不起 这里这个层次 你是知道的 祝牧师 我们在这边 华人 单单华人 不讲别的 白人歧视我们华人 华人歧视华人 我们 什么华人 我新加坡来的华人 你们是 属于印尼的华人 菲律宾的华人 这些被歧视 香港的华人看不起你们 看不起这种华人 东南亚的华人 然后韩国的华人 韩国人看不起香港 就这样 教会里面 马上就分档 但是我不会说 我看不起你 我的谈吐里面 我的讲话里 我们在一起的群体 那个结党的那种样子 对不对 那种气氛 那种组织 是在教会里面 分得很清楚的 分得很清楚的 为什么要看不起人 人其实差不多一样的 你样子 鼻子长一点 短一点 差不多一样的 眼睛大一点 小一点 差不多一样的 你学历是 是博士 或者普通大学 差不多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看不起别人 因为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能够 能够被高举 你自己不能再高举了 所以你看小旁边的人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有个高举 我就跟我们同工 说每次我们参加这些牧师特会的时候 每一个牧师的 每一个牧师的 那个叫什么front 就是每一个人有一种状态 就是大家不讲太多的 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种 无形的一种竞争力 不把自己的软弱显明出来 每一个人看 每个人 我的教会怎样怎样 大家都知道 你的人数多少 你现在 你牧会的情况 差不多怎样 都封闻这个东西 我跟各位说 当教会拿这些东西来比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有力量 这个世界是 无形当中 在形成教会的文化 控制教会 对不对 这个教会里面 就慢慢潜入 圣经怎么说 潜入 脑润无知妇女的 叫他们常常学习 不懂的真道的 有这样的文化 是在教会里面出现的 所以我跟各位说 每次你们听著牧师的信息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我是听起来是一个反派 但是我是很爱教会的 我是只要对教会对的 应该的 应该讲的 我一定会讲的 所以呢 像我这样的牧师 只能在基督生命堂做牧师 我在外面去 没有人会请我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呼召 在我们身上 我跟各位说 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我不是在讲 也不是在讲教会的问题 也不是单单讲时代的问题 我们看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追根究底 到底这些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一起翻到神的话好不好 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 各位如果听朱牧师的信息 很快都会知道的 这个创世纪是非常重要的 整本圣经的缩小本 各位看整本圣经的时候 总是从创世纪 创造论在哪个地方 人怎么堕落 然后救赎 然后人救赎之后 后来很奇妙的 救赎临到了 但是有罪的人继续会变乱 有另外一个族类 该赢的后裔会出现 然后人又分散的时候 神再次在祂的主权 信的恩典里面 拣选亚伯拉罕 就是拣选你跟我 各位明白吗 这个就是上帝的信息了 给历史历代的信息来的 所以接着祂 祂的家庭 祂的后代 列邦万民蒙福 亚伯拉罕的故事 这个就是创世纪 一章到五十章的故事 所以创世纪三章 各位看 三章人的堕落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看 第三章第六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多食物 其实她被欺骗了 所以她的眼睛所看见的 进去她的心灵的 其实不是真实的 前面二章说什么 前面二章上帝给他们原中 所有的果子是怎样 所有的果子是 二章那个地方说什么 都是好作食物 可以讨人的眼目的 但是她被欺骗之后 那个善恶果 所以她看的时候非常好 也讨人的眼目 其实讨她的眼目 可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有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偏做裙子 各位在这个地方 人吃了善恶果之后 各位眼睛马上怎样 马上能够知道善恶 但是他们的心灵能够 但是只有怎样 只有看不见神的爱了 只有看不见神的爱了 所以那个时候 人心灵里面 各种因罪而来的那种刑罚感 马上感受到了 马上连罪爱的人 人是不能信任他了 让他看到我的全部不行了 让他看到我的内心是不行的 所以马上人是自动要遮盖彼此的 遮盖自己的 对不对 各位那个时候是马上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无花果树 编作裙子的时候 是人的第一个宗教出现了 各位我们讲宗教是什么 宗教就是人自己离开神之后 在堕落的光景 自己找神 然后要找解脱法 他制造出来的 制造出来的那个方策 宗教 所以宗教很深奥的东西 可以领受 宗教能够领受因果的东西 宗教能够告诉你说 我的心灵里面告诉我 我做的不对 所以我要解决这个心里面的问题 但是宗教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救赎的东西 没有办法讲出 原来神来救人的事 宗教只有在人的堕落的心灵里面 心灵里面他自己领悟 自己领悟 领悟出有一个道 有一个谜 那个钥匙怎么解开来 对不对 所以各位很多人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你跑到宗教化是很危险的 神的启示 这个叫神的启示 对不对 从神而来 从外界而来 你从来不知道的那个真理 有关人的堕落 救赎 跟人怎么生活 荣耀神 他的终极的目的在哪里 是外界向你显明的 但是宗教是自己里面操练 自己里面领悟出来的时候 我这样做 能够得解放 能够得解脱 我能够解决我的家庭 这个社会的问题 这个叫宗教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从这个地方出现的 所以现在人的光景 这个时候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 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出现了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呼吁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怒体 我变强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奇妙 当人被造的时候 各位我们弟兄姐妹 当我们被神造的时候 这个心灵是没有主览的 直接能够听到 在灵界里面 神的持神爱说的 神很清晰的那个指示 就是领受的 但是很奇妙的 当人一堕落之后 他那个时候起 他的心灵 马上对灵界里面的声音 他做出选择了 然后他选择的是 被他的罪性 被他的罪性影响 来做出选择的 所以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的心灵里面 很多的声音 我们现在只有 听到人讲的话 对 听到人讲的声音 这个社会里面 新闻里面的声音 我告诉各位 你的心灵里面 有很多声音 现在你们在听我讲道的时候 你们在听有一些声音 对不对 有时你们在家的时候 你们配偶像 你唠唠叨叨的时候 你心灵里面 出现的声音是什么 这个人为什么不尊重我 这个人为什么 对不对 然后越想越气 再想更气 绝绝再想的时候 就是很想枪毙他 你的心灵里面的声音 我们弟兄姐妹们 有时听到神的道的时候 你的心灵里面是什么 马上又出现 控告你的声音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听到 听到神的道的时候 神的道 你如果晓得真理 真理教你得自由 但是很奇妙的 那个 那个 离开神 对不对 没有被基督的 宝血涂抹的心灵 一听到神的道的时候 糟糕了 我该做的没做 不该做的一直在做 我就一直冷淡 我听到这个神的道 不是听到 主啊 因为你爱我 你用这个道来向我写明 乃是主啊 你讲的没错 所以我这个人是不配 所以呢 因你的心灵里面 出现那个声音啊 离神越来越远 你懂得 神的话越多 成为你的知识 但是你的心灵里面 受控告是越多 越无能 各位了解吗 这就是人堕落的光景 心灵里面出现声音 各位这个罪 这个罪的东西啊 是很奇妙的 这个罪啊 这个罪里面 临到人的心灵的时候呢 他跟神之间 他从那个时候 他一想到神的时候呢 他的意念里面 是有刑法感的 他一看到 他的配偶的时候呢 很奇妙的 他是看到自己现在 很丑陋的样子 马上想我旁边的人 因为他害的 他没有帮助我 他没有顺服我 他没有帮助我成功 所以这样的声音就出现了 然后呢 去到教会献祭 下面四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有两个人献祭 对不对 有一个叫该隐 一个叫亚伯 就先机的时候呢 得不到神的喜悦的时候呢 然后看到旁边的人这样平安 岂有此理 有心灵里面的声音 甚至要杀他的声音就出来了 各位了解 我们现在 你们每次说 你们很喜欢听出牧师的声音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多少 对不对 有些人说 出牧师是不是搞灵了 没有 这很回事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 不是这个什么灵不灵的东西 我现在讲的东西是 用真理来让你们明白 属灵的东西 神的道是要告诉我们 整个围绕我们的属灵的环境 从这个罪临到人类 人离开神之后 从那时候起繁治出 繁治出来的无数的罪 无数的抵挡神的圣洁 真理的那种意念 想法 然后这些东西呢 生根蒂固 然后就会活出来 做出来 讲出来 然后呢 伤害旁边的人 然后旁边的人也收住 这个 然后这样繁治到整个人类的 各位现在是这个问题来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教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来教会 因为我们家庭有问题 我们家庭有问题 求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求牧师来为我们捷径祷告 医治我们的祷告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不明白 现在你 你堕落的光景 而你的罪性 罪根 天天怎样的 怎样的 怎样的从那个地方 繁治出来的 繁治出来的 那个不是从神而来 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声音 乃是从你的老我 从你的堕落的属灵的环境 然后加上这个敌对神的世界 来的 然后你一直屈服那个声音 活的话 你越来越受伤 你带给你的家人的 因为你的罪 你的受伤的罪 你的自卑的罪 你的各种的自私的罪 就出来从你的口里面 表情里面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有那个问题 在他的身上 然后你说 为什么这样 然后医学只能说 这个是基因了 但是这个是属灵的问题来的 属灵的问题 我去过 医治释放聚会里面 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大喊大叫 然后为你祷告 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人的心灵里面 一大堆 其实不是从神而来的 那个内容 就决志祷告 去了教会 然后这样 然后求福求恩 绝对不是这样 上帝是把他自己给我们了 上帝是把整个万有给我们了 然后上帝成为我们心 要成为我们心中的主 在那个地方跟我们说话 但是罪是一直教我们 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 罪 对不对 我们曾经一次把主权交给主了 我们重生悔改 我们得救了 但是之后呢 很多的偶像会出现 很多很多 从你自己的罪性出来的 你的动机 会阻挡你听见神的声音 然后从那个地方 你没有解决的话 你要学圣灵 圣灵是什么 圣灵感动我是什么 全部是你自己的声音 对不对 不是圣灵的声音 所以连那个地方 要学圣灵 还是要 你们要明白救赎 从救赎里面回到真理 真理里面 真理讲什么 很系统的认识之后 然后怎么靠圣灵 顺着圣灵行 这个是整个福音的信息来 整本圣经的信息 是讲这个东西了 祷愿神医治我们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都是这个罪的结果 罪所带来 繁殖出来的那个结果 然后呢 那个繁殖出来之后呢 你看到了对不对 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 现在你要制服罪 你越要制服罪 越糟糕了 因为罪是不能被制服的 该隐你要制服罪 罪铺在你门前 你要制服他 但是其实制服的结果 你看到该隐下面 越来越严重 对不对 然后谁会杀他 招报欺悲 欺悲 所以罪的繁殖 就会出来了 整个人类的光景是这样 我跟各位说 各位好好明白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呢 我第一次见到各位 我不懂可以讲多深 还是多浅 其实福音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的水平是 博士学位 还是小学生 可以明白的 这个不是这样难理解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呢 有一些东西是有背景 我们会知道 整个 整个我们 现在呢 我们人类 已经来到一个瓶颈 我们已经不得不要承认 我们是在 我们已经是在一个 最失败的一个时代了 有些人不太接受这句话吗 不太接受这句话 你们可以明白吗 现在我们已经是来到一个瓶颈 神已经一直给我们证明 你们这里 这个世界里面 有哪一个伟人出现 能够救你们 没有一个 一致失败了 我们 以色列的王当中 除了大卫 比较像样一点 其他的 当然有一些善王了 但是大致上的你们看 那个成为君王的样子 连大卫这么好的犯奸淫杀人 他也是这样 为什么上帝把历史书写出来 要跟你们说 只有上帝是做王 只有他是真正慈爱公义的 只有你们当中一个王不错的是大卫 因为当他做王的时候 他不是自己做王 他是愿意自己做小王 然后让上帝做大王 阿们 只有大卫了 所以 只有要自己做王的是谁 就是扫罗了 所以就这样了 各位看 整个旧约的历史 所以旧约的历史你们不明白 为什么一直要见殿 然后杀血 搞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你的见殿 有耶和华的律律典章法度 他是律律典章法度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了 但是你们放心 有立位主 有祭司给你们赎罪 对不对 保血的赎罪 所以叫你们 借着这个血来的洗净 这个血告诉你们 神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为你们舍命 所以教你们 因这个东西 你们心被恩赶 所以尽心 尽心 尽力爱神 遵守我的诫命 典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旧约的整个 那到底多少人 能够明白这个奥命呢 不是很多人 当然有 对不对 但是 新约 感谢主 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 借着他的死而复活 把旧约的全部的预表 立位主的预表 圣殿里面的仪式 全部的预表 他显现出来 就是他了 上帝的律律典章 法度活在肉身 就是他了 全然地活出来 我们主耶稣基督 神奇妙 那门徒开始传 纯正的福音了 使徒们传了 传传传 不错 虽然被杀 被逼迫 哇 圣灵的工作 何等的猛烈 差不多AD317年之后 哇 整个罗马福音化了 王族里面的人都信了 对不对 哇 人真的了不起 我们传福音 对不对 有这样的果效 很奇妙啊 当人好像有一点这样 自满了 马上会发现怎样 整个的基督教 宗教化了 所以这个叫做黑暗中世时代了 各位就开始了 慢慢整个基督教变成怎样 变成形式化 人本化 对不对 都是人的东西进来之后呢 当然这个里面都有神的作为 对不对 还有敬虔的人 但是你们都知道 罗马天主教走到什么光景的时候呢 马丁路德就起来了 对不对 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呢 信仰改革 1517年 然后加尔文起来 把很重要的基督教的药益 系统神学 全部很精准的 然后讲 讲出来了 有几个加尔文 John Knox这些人 他们都是 那个时代 所以那个时代呢 开始有这样的 改革复兴的时候 对不对 改革复兴的时候 哎呀 我们再次 很清楚的 把基督教义弄清楚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好像另外一种复兴 当基督教蒙恩的时候 基督教复兴的时候呢 什么都开始复兴的 所以人类的思想方面 慢慢发达出来 所以从他 我就看差不多 15多年 就是改革 信仰改革 然后过后的几百年之后 很多的哲学家 思想家 教会里面的这些神学家 全部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这样的 神学哲理 学术性的东西 就西方 特别从西方来 对不对 各位会知道 对不对 西方 我不知道各位明白 这些东西多少 但是我大概讲一下 各位会理解 所以在那三四百年里面 大家都是 对这个基督教的认识 都是比较学术性 理性方面的 所以连看什么东西 也是逻辑推断 理性推理来 这样的 所以很多的 哲学家 思想家 出现的时候 各位发现 人类好像上了一层 更聪明的 各方面更聪明的 所以真的是 基督信仰 一蒙恩之后 好像人类 更出色的 有些创意 有些思想 全部就出来的时候 但是在这几百年 三四百年 我看多数 都是人偏向的是一些 理性方面比较强 尤其是对神的话 神的真理 对不对 所以神学这个方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打好基础 很多 我们中间也在学 神学那个地方 有什么可以请教他 那么 但是呢 当人就开始自满了 我们可以思想的 很多东西 我们宇宙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连工业革命 都会来 科技开始发达 人有这些头脑 全部发展出来的时候 火车 飞机 车辆 这些东西 全部 火箭 全部是建造出来的 跟人这方面的 理性方面的发达 科学方面的发达 有关系 但是到了 二十世纪的末期 的时候 人已经 其实二十世纪的早期 已经开始发生了 已经开始了 灵恩运动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末期的时候 不但是教会里面 一般世界的人都知道 也都认为说 这个灵界好像是存在的 有一些科学 理性 不能解答的东西 那个时候开始 人就是慢慢有精神病 很多 你们就会发现 这些东西就出来了 科学怎么解答 然后呢 很多神迹奇事的东西 很多的末世论的东西 就全部出来了 各位有吗 有没有发现这个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一开始 互联网时代 一开始的时候呢 整个世界的精力放在一起 各种的情报 人能够听到的时候呢 它的反思力 推断力 就是好像多了 倍增 好几百倍的 这样的光景 你们知道吗 没有互联网 互联网呢 把整个地球 比如说如果七十年 一个人七十年 可以学到的学问 因为有互联网来 成七 就是好像四百九十年 你能够学到的学问 就七倍这样多了 然后到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代 这个二十世纪后期的时候呢 有一种文化 在这个世界就出现了 各位我现在讲这些东西呢 不是讲社会的东西 我现在讲的是 灵里面发生的事 因为当人一直认为 我行 我能 我可以 我的神学足够了 对不对 我能够帮助 人类 好像是这样 字版的时候呢 开始 有另外一种层面的问题 来的时候呢 人开始发现 我不懂 怎么办 所以灵恩运动 为什么起来 其实也是神要像 很多传统教会说 你们啊 你们只有懂神学 在教会里面 哭哭干干 整天讲 我是保守派 我是什么派 这些东西 吵架 但是呢 你们自己里面 你们的婚姻有问题 你们的孩子有忧郁症 你们不能解决 所以你的知识不能救你 对不对 所以上帝许可 灵里面的奥秘 有一点显明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差不多是这样了 这些是你们 不太读得到的 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们要 把很多的 用基督 用圣经的眼光 看 实事 看有一些历史 然后你就发现 有一个变化就来 所以在20世纪的后期的时候呢 也就是差不多20年前这样的时候呢 互联网时代 然后慢慢 整个的社会进入一个东西叫 后现代主义 我们讲postmodernism 你们听过吗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很简单来讲 当这个后现代主义一出现的时候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 一个代表人物就是 我可以说就是奥巴马 我可以说就是奥巴马了 他是什么都可以接纳的 后现代主义是 说现在每个人都公平的 我们什么都可以懂 对不对 你也懂 我也懂 我们上网什么都懂 我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讲 你的东西是绝对的 你不要讲你的圣经 你的解释 你的教义是绝对的 还有很多种教义出现 对不对 什么基要真理的 所以很多 有些相对性的东西 比如说恩赐性的东西 什么都把它绝对化 对不对 经历自己内在经历的 把它绝对化 所以有这样的后现代主义 你不要讲你的对 你说你的绝对对 你肯定是错的 这个叫后现代主义 各位听得懂吗 后现代主义的人是 什么都说 OK Good 你有你的见解 他有他的见解 好 不错 我们都参考 这个叫后现代主义的 所以你们现在跟孩子讲话 你就说孩子一定是这样 孩子就不听你了 马上耳朵就关掉了 对不对 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 所以我跟我教会的弟兄姐妹 做父母的 我说你们 你们要知道你们活在什么时代 你不要整天说 我们以前我们父母骂我们错 我们也是就是跪下来 你不要讲这样的东西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那种环境 那种属灵环境 现在孩子有这种属灵环境 所以我是中间 我是差不多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那个差不多这样活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就会看了 所以人类就已经来到一个地步 说OK 以前布什总统太强势了 讲要打伊拉克就打 所以后来 他是一个代表 一个社会 太专制了 所以马上人就选了奥巴马 奥巴马的最出名的话就是 我们要改变 Change 对不对 大家想改变吗 因为你们想改变就是不喜欢现状 不喜欢现状 所以改 所以要改 所以什么都接纳 什么都接纳的那种观点就出现了 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 然后现在奥巴马就做总统八年之后 你们看中东的样子 你们看这个恐怖分子的问题 你们看美国的整个经济的时候 现在大家气得不得了 所以有些报告就是 那个给奥巴马诺贝尔奖的 这个是Switzerland 给诺贝尔奖的那个委员 我们真的后悔给奥巴马这个诺贝尔奖 他什么都没有搞出来 给他这个peace Nobel Prize 什么都没有带出来 所以现在要选另外一个了 要选Hillary Clinton 还是Donald Trump 我现在不是跟各位讲政治 我现在讲的是 Hillary Clinton或者Donald Trump 是代表什么 我们要女总统呢 现在很多女总统起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 因为人不喜欢男人的专制 对不对 女人比较温柔 代表智慧 智慧的象征 也比较温柔 比较体恤 对不对 这个合乎不合乎圣经 这个女 姐妹们这也有时候太强势 我跟你们说 这个我们无论怎样 男女是有别的 上帝先造男后造女 对不对 姐妹站在前面 圣经里面只有 好像迪波拉 迪波拉 他这样做 因为没有一个有出息的男人 所以没有办法 给他做领袖都不要做 所以上帝恩高他 比较不正常的时代 所以姐妹做头 但是过后有男的出来 应该要给他 但是韩国台湾都已经这样了 你们有发现 我过后不久 这个宣教完 到了中国 我就要到台湾去了 然后 所以要女人 他是解答的 可以吗 他的丈夫 这个Clinton的时候 他经济很不错 可能可以帮 或者 Donald Trump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 真的有点激进分子的 那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人 他做总统吗 但是很多人很惊讶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候选人 因为 他带来一个 奥巴马没有带来的 奥巴马太柔软了 这个人 能够 把我们除掉 因为这些 那些带来给我们危险的分子 他敢 有担心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 人呢 人类呢 一直在找解决法 但是他们就是不要基督 各位明白吗 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了 所以神 让你们变乱 让这个社会变乱 这个社会越强的时候呢 后来跌的时候是越厉害的 每一个人就喜爱一样东西的呢 后来厌弃那个人就转 一定是这样的 在最后基督来之前 各位 基督来之前呢 你们认为基督怎样会来 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时候教会的样子是怎样 我相信基督来之前 我相信基督来之前 在等片刻 在等片刻 还有要拯救的人 对不对 所以基督要来的时候啊 教会是何等的即可 被这个世界压抑 冲击到不得了的时候呢 多么盼望 快点来 对不对 为什么教会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因为世界的伟人会出现 那个无神的伟人 我们中国人 现在的伟人是谁 姓马的 中国人的伟人 每次都是马先生说什么 在公司里面 单位里面 马先生说什么 就是这样 伟人会 我不是说一定是他 但是一定 最后最后的那个敌基督是谁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来 他一定会逼迫神的子民 他一定会带来一种风潮 然后叫神的子民 极其的痛苦 呼求主 主啊你快来 那时候 主就会再临了 一定是到这个时候了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心里面 可能有一些声音了 谁也希望主快点来的 这句话是我在教会里面 每次很难问出来的 一个问题 因为一问的时候呢 大家没有办法给这个答案 因为生活太舒服了 其实也不是这么盼望主 快点来 自己的孩子还没长大 还没结婚 钱还没赚过 那个 那种心态 我们都一直在挣扎 其实我们一直在挣扎 我现在要跟各位说的 现在教会呢 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 其实我讲了这么多 我要进入主题了 还没有进入主题了 其余一个晚上讲 还没有进入主题了 教会呢 不要求其他的神迹 我们现在来到主的面前 虽然我们很多的 我们很多的挣扎 我参加了 昨天的那个牧师特会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讲员 一上来他讲的东西就是 要安抚我们心里很多 在这边牧会而受伤的牧者们 你们不要害怕被取代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的同工攻击你 你们不要受伤 因为你们受伤 你们就害怕 你们害怕的时候 你们也会伤旁边的人 你们也会伤 其实我们都那个 所以教会一直盼望 快点 有什么神迹出现 有什么解脱来 各位回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所做的工作 他在今天教会里面 一样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好吗 路加福音11章 第五章对不起 第五章各位看 路加福音第五章 耶稣站在 格尼撒了湖边 众人拥挤他 为什么拥挤他 因为要很多的好处 对不对 有时候有些人喜欢 他讲道很有知识 喜欢听他讲的 有些人想看他新的神迹 所以众人 所以我们 尤其是华人教会 我跟你们说 到现在 我们的有一个盲点是什么 我们的有一个盲点是 我们一直在追 我们英文讲一个icon 当然这个是主耶稣 当然他是我们的对象了 对不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盲点 我们一直在等于一个名目 然后 这边有一个名目来 全部参加特会 走了另一个名目来参加 全部一直参加 但是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 可众人信仰 众人一起拥挤 然后要看什么东西 所以有时候 我在大陆聚会的时候 大家来的时候 那个心态 我每次说 你们来的心态已经失败了 你们来的心态 我要来看主牧师 你们来要得到什么 你们要遇见神 对不对 我就讲这个东西 众人信仰 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来的 那为什么要找众人呢 因为众人 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找明目 因为明目看得见的 明目看得见 主耶稣看不见 对不对 主耶稣是心里面的王 看不见的 四世纪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每一个十二次 十二个事实 全部失败 以色列还在那个地方转圆圈 因为一直看四世 来 四世只不过是你们的王 上帝自己 因为爱你们 才派一个事实 来带领保护你们 他是代替我带领你们的 你们自己 因着他的带领 要遇见王 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 每一个人随即一行 对不对 因为以色列没有王 每一个人想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就是那四世纪的 那个样子来的 所以现在中人信仰 也是有这个问题来的 大家追着 但是其实不把他当作基督 他是耶利明 或者伊利亚 还是什么 先知当中的一个 就是有这个精神在 但是他见有两只船 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 西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敞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中 各位 那个时候你们会知道 你们都会知道 这段经文是讲谁的 就是大使徒彼得 他被得着 他重生的信息 对不对 我们彼得 各位 主耶稣上他的船 讲道的时候 你们知道他的 那时候他的整个的心境 他的气氛是怎样的吗 你们猜猜看 他是一个渔夫 整夜杀网 没有得到渔 事业失败 对不对 什么都失败 这个人呢 所以呢 很奇妙的 所以这里要讲什么 这里要讲 神的恩典临到人 这是神自己的主权来的 不是你有任何很像样的地方 上帝来拯救你的 没有像样的地方 连基本的谦卑都没有 对不对 是生灵的工作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里说 就 说完了 对新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王打鱼 其实这个也有属灵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个现况是 下王打鱼 因为要给他看一个神迹 我们每个人都期待 这样的神迹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王 其实他也不是这样信 但是呢 依从主的话 他们下了王 就卷住许多鱼 往现些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生下去 各位 如果各位遇到这个神迹 各位会怎样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一年吃饭没问题 对不对 就是 这是 今天可能95%的人 上教会的动机了 他们的喜乐在哪里 他们祷告之后 他们要看到什么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 真的要上帝 而来到主的面前的人 是很少的 我甚至讲 其实没有的 其实没有的 甚至信了主之后 我刚才讲的95%是信了主之后 比较蒙恩认识了神的道之后呢 起码知道我去教会应该 但是如果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然后自己我决定要信耶稣 这样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们能够遇到一些苦难 然后因那个苦难 不管是家庭的事业的还是什么 因那个东西 来到主面前 那个苦难是最大的祝福 阿们 最重要的神迹是在那个地方 要从那个地方发生 那什么神迹 并不是满足你那个需要 我跟你们说 那个神迹的确 因为我们有人性 福耶稣 他也是道成肉身 对不对 跟我们接触了 给我们看见 给我们体验到 听到看到 我们才能够反应 但是其实呢 这个神迹是要 把它带到下一个神迹的 下一个神迹 是最重要的神迹了 但是现在教会没有 很少很少 讲出能够叫人追求 第二个神迹的那个信息 现在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经文不是这边结束的 对不对 经文是说什么 西门彼得看见 就伏伏在耶稣戏前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罪人 原来从来不认识 我的创造主的 他站在我的船上 他把永生之道传讲 但是我的心境是 只有因我的失败 我的那个问题来痛苦 而已那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他会明白罪 跟我们一般明白 讲骗话 杀人放火 奸淫 不一样的 是生命的光照 使一个人看见 自己的罪性 罪根 这是最重要的 我跟各位说 连我们讲每次 我们知罪悔改 知罪你知什么罪 这个东西也是 我们应该要问的 对不对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犯过奸淫 还是什么 现在回转 那个是行为上的罪 弟兄姐妹 圣经讲的是什么罪 你灵魂的罪 你灵魂里面 你生来 生来 你的心思 意念 情感 一切的一切 你的生活 肉身 没有一样东西 是荣耀神的 没有 你做善 不做善 这个世界很多好人 你做善里面的 有一个动机里面 别人是看不到 但是神看得到 你可能是为了 你自己要得赞赏 你可能要力求上进 你要累积你自己的 有些功德 可能有一些 很深藏在你里面的 那个动机 只有上帝能看到 但是旁边的人 以为你是好人 但是当福音的大光 照耀你们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发现 你是罪人中的罪人 像保罗这样 对不对 他每次回顾的时候 还是发现 他甚至已经蒙恩之后 立志的行善 有得我 行出来 我每次都发现 我们大卫说什么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有没有 大卫也是这样讲 所以他们是知道的 自己里面的 那个罪根的东西 然后这样的 他们需要主的救赎 也天天需要 他的怜悯和救赎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面 各位看 所以这个时候 第十节 对不对 第十一节 我们的主 怎么回答他呢 我们十一节 这里说什么 第十节后面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不要怕 就是你的罪得赦免了 其实当一个人 真正的知罪悔改的 那个撒纳 就生灵 施行 那个拯救 在他的心中 那个超自然的变化 那个比所有的神迹 更伟大的 那个宇宙性的神迹 一个人的永恒里面 被得着 被救回了 这个永生 对不对 这个叫永生 对不对 永永远远 罪在不能侵犯他 把他带入地狱的 那件事情呢 是要在教会里面 每一个礼拜 要传讲这样的信息 要有这样的人 被救赎出来 然后呢 我们才讲 门徒培训 我这次参加两天的聚会 门徒培训的聚会里面 其实我一直也祷告 我也要领受 对 门徒培训实在是重要 教会 走完 走到没有路走了 现在我们应该 传福音传福音 不可以 这个都是人的东西 每次都是人的热心 做了很累 所以现在要门徒培训 门徒培训 那陪什么训 所以保罗华山说 你们要培训吗 教会里面 没有重生的人 陪什么训 对不对 保罗华山这样讲 你们培训 培了五年的训 门徒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培的都是山羊 你们听得懂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保罗华雪 Paul Washer 他讲这句话 因为都是山羊 没有重生 怎么培训 连做牧师的 你要问他 有没有重生过 对不对 他重生了 你做牧师怎么可能重生 那他有没有重生的切据 你们神绝对爱我 对不对 在我的软弱当中 他怜悯我 的那个根基 有没有 然后事工失败 我人生也失败 什么都失败了 那耶稣在哪里 现在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把这个当做职业来做的 我跟你们说 有一些东西 我告诉你 撒旦是真的把那个种子 放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东西 道理上 原则上 系统上 是会懂的 但是呢 那个精神 中心精神 没有拿走 所以我今天 这个部分 我不懂等下 大家还要不要再讲 不好意思 我讲到这边就 就结束了 教会要追求的神迹是什么 其实整本圣经是讲谁的 是讲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是要讲 他所带来的 救赎 这个呢 是历史历代里面 撒旦是把 救赎 慢慢从人 慢慢要变成人本 变成宗教 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是牧师 我需要救赎 不但一次 上帝拯救我 我的永恒 今天早上到现在 我的情感 我的意志 我的思想 我的眼光里面 有很多不符合 主的真理的 听错声音的 然后用那个 灵界里面 错误的声音来 要使唤我 对不对 叫我苦毒 愤怒 叫我着急的 那个地方 我需要救赎 其实它是我们的信息来的 不论什么好的神学 如果 把圣经 这个东西 拿掉 从圣经拿掉 变历史书了 变一本文学 很有道理的 一本道德书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圣经的整个主题 是基督了 圣经的整个主题 所以你拿掉基督 什么都没有 我看罗马书 看到基督 创世纪的时候 看到基督 女人的后裔 对不对 全部看得到 出埃及记 出埃及 对不对 记得什么 高扬的血 对不对 出利维记 为什么一直要献祭 因为 血里面有生命 对不对 所以有血 才有生命 都是讲基督的 连约伯记 约伯记没有讲到基督 约伯记 我有一天看约伯记的时候 没有 但是约伯 约伯上帝说 他是 upright blameless 无可止在 对不对 行为来讲 心态来讲 是这样 但是 他还是有罪信 所以怎么证明 他有罪信 当苦难来的之后 他的罪信 会叫他埋怨神 他的罪信 会叫他怀疑神 所以 他的罪信 会叫他 虽然自己 什么都做得对 但是他会害怕 害怕 万一我的孩子 得罪神怎么办 所以要帮忙他们 献祭 对不对 各位了解吗 惧怕 惧怕 就是刑罚 所以约伯最后 曾经 他悔改之后 曾经 就是 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到你的时候 然后他怎样 他为他三个朋友 献祭 最后是有一个献祭 流血的祭 他是东方义人 对不对 讲到他的苦难 但是其实里面 有意味着 有意味着 他的义里面 其实不够 其实需要 上帝的义 所以整本圣经里面 有一个中心主题 是他 是他 基督 所以 这个是教会里面 在我们讲门徒培训 还是什么东西 一定要讲清楚的东西 我们行善行善 行善 基督教是行善 各位 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是什么善 神预备我们行的善 那个叫什么 就是你 活出 上帝 造你的 上帝造你的形象是什么 不是亚当还没有犯罪的形象 乃是 上帝自己心里面已经决定 将来 要道成肉身来的 那位 就是他自己 对不对 所以他的形象 是现在叫我们 在他里面重生之后 恢复的 基督了 所以整个中心信息是这个 如果 我们的什么学术 神学 各方面 教育里面 如果一直进到那种 理性推断 这个逻辑思维 一直要分析 什么 这个没有讲了 自动的你会发现 教会里面充满 骄傲的人 骄傲 用学问来骄傲的 自动的 所以一定 因着他什么 因着他 重生 悔改的 对不起 你朱牧师的姿势有一点 你们都 没事 我是每次讲基督的时候 因为讲到他的救所 讲到人的罪根的时候 我是最迫切的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 撒旦 一直要削弱的地方 加拉太书 你们为什么传另外一个福音 为什么基督还要加上 律法 什么这些 为什么要减掉什么 加减的东西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最后 要抵挡神的 那个叫什么 抵什么 抵基督 不是抵神 抵基督 为什么叫抵基督 神很好 拜神是好的 你也有神 他也有神 我们都一起拜神 这个叫宗教合一 但是你讲 没有其他的神 除了他以外 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每个人就要杀你了 各位听得懂吗 各位了解吗 没事 我来我来 了解吗 可以没事 所以这个抵基督的意思 所以重生 各位 一个人重生悔改之后 从那时候起 他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 他认识神的开始 认识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几位 几位 三位 一体 对不对 别讲错 这个讲错就异端了 有些人 说注目是异端 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讲一次 不然大家 觉得 父子圣灵 能够完全参透吗 不能 这个是神的奥秘来的 三位怎么一体 是让我们造人 我们 对不对 从一开始 创世纪出现 马太福音 你们到外面去 普天下去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人死洗 这是父子圣灵 其实父是什么 他是预定万有 创造万有 预定万事的那一位 对不对 在宝座上的那一位 但是子呢 子 所以这个预定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讲 尽到永恒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救赎 所以救恩 他设立了救恩 子呢 所以这个子 子呢是来成全的 成全 成全救恩 那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 实行 救恩之后 然后在圣徒的心中 继续做感动的工作 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然后讲圣灵 各位三位一体 同荣 同权 同能 同等 同工 没有一件事情是 父要做 圣灵不要做 或者父要做 只觉得另外有意思 没有 全同样的 但是只有 角色上 为个 作为 他们做工的 那个做的事情上 不一样而已 只有这样解释 三位一体了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你用什么 太阳啊 光啊 来解释 那个不对的 还是不一样的 这三位一体 我们上帝 所以 以赴所书 第一章就讲到 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 神的拣选 对不对 父子的 子带来的救赎 还有圣灵的印记 在一个重生悔改的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个是 开始讲这个东西 所以 请问弟兄姐妹 你能不能做什么 来叫你 得救 能不能 不能 那我再问 你能不能做什么 来叫你失去得救 也不能 对不对 绝对不能的 对不对 你不能做什么 来叫你得救 谁讲我 我信啊 本护恩 因着信 这信 也不是从你来 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 施行救恩 所以这个 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你们死在过犯 死的人 怎么有动态 连要想 我要起来的 那个 那个意念都没有 他叫你活过来 对不对 有所说二章一节 有发现吗 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所以 很多人问我 那牧师一次得救 是不是永远得救啊 一次得救 是不是永远得救 是 是还是不是 是 是 OK 但是我还要讲下一句话 那你怎么知道 你真的已经得救了 所以这个是 你一定要问的 对不对 我已经一次决志庆祝了 然后我自己随便活 走自己的路 世界的路 然后有一天车祸死了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我可以上天堂 你决志就是得救吗 不一定 圣经讲的是什么 重生 重生 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要义来的 所以那些牧师讲 一次得救 不是永远得救 你还要继续做 然后才能够得救 其实这样讲 这个真理来讲是不对的 神学来讲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信仰跟佛教一样了 对不对 那我们得救了 所以 圣经是讲 你行善是因为你得救了 你重生之后 你有新的性情 有新人了 你才能够行善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你要继续做成得救的功夫 那个做成得救 就是叫你所做的 活的 想的 与得救的恩相称 对不对 这个是讲到 成圣的问题 不是讲到 你不做的 又失去 原则上不能这样的 圣经是要告诉你们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在你心中 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工作 所以叫你得着 切据 切据是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没有切据的信仰 你怎么听到耶和华的声音 你用你的失败一看 说 上帝不爱我 我的问题 看的是我的苦难 上帝已经离开我了 所以这个叫没有切据 没有重生的切据 所以我们门徒培训 一开始要把这个切据 要讲清楚 门徒培训 这我的负担是门徒培训 刚好我这次来 也是参加一个 门徒培训的一个 这个是英文界的 我们就上这个 但是切据 这个切据 所以有切据的人 那你说 你有没有切据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华 我很有切据 神爱我 因为你现在好像有信心 如果你好像 你失去信心了 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 然后连教会都不想去了 那种 那你现在 马上看自己的时候 好像不是了 我好像不是得救了 所以很奇妙的 这个切据的东西是这样 主得着你了 对不对 主一辈子会负责你的 但是呢 我们是在怎样 我们是要 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 就是说 我们要找出 我真的已经 蒙主爱的那个证据 我已经蒙主爱的证据 所以我 有一天软弱跌倒 连教会都不想去的时候 教会里面 每个人不去教会 没有问题 只有我不去教会的话 上帝管教我 什么都不好 工作也找不到 什么都有问题 为什么我这样啊 为什么我天天 什么都被干涉 我跟你们说 主所爱的 主必关教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重生你 所以他干涉你 因为他负责你 所以你要找出来 你要找出来 我信 但是呢 你的一生里面 你继续找出来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心里面 喝点喜乐 有时候呢 你把这个福音的道 讲给人的时候 奇妙的心里的火出来 为什么啊 因为 你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了 阿们 各位了解吗 用另外一句话来讲 圣灵的印记 切据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会得到切据的 从这个地方 你才能够 不会 上帝啊 我犯了罪 逃避你的面 不会这个东西 有切据的 上帝说 你犯了罪 所以我要把你的 儿子的命拿走 跟谁讲的 大卫讲的 对不对 主啊 你不要这样拿走他 我七天尽死了 还是拿走了 就怎样 起来服侍主了 不用多讲了 因为他是爱我 为我设计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很奇妙的 这个有切据的信徒 跟没有切据 我并不是说 信徒能没有情感 我们是有情感的 哭完之后 跟从神 了解吗 跟哭完之后 没有神了啦 走自己的路 这是不一样的 有切据跟没有切据 的信仰 那个地方开始走下去 不一样 教会的 很少讲这样的信息 教会就教人热心 教人做什么 为主做 没有教人 找出自己 已经属于主的 那个证据 是什么 没有讲这个 所以这个方面 主祝福各位 牧师不知道 几时还能来 先跟你们讲 这个 如果这个 你明白了 就够了啦 够了下去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 主负责我了 然后第二呢 他们也为我开心 在楼下 这么开心 这是神同在的地方 还有什么 已经盟主所爱的人 得到的是什么 神的应许 亚伯拉罕 你离开 本族富家 对不对 到我所指示 你的地区 他 上帝跟他讲 这句话之前 他在痛苦里面 哥哥也死了 爸爸也死了 自己一个孩子 也没有 对不对 那个光景里面 出来的时候 主啊 我有什么 你出来 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 迦勒地 吾尔 出来 我必赐福你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对不对 叫列邦万民 因你蒙福 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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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各位有没有发现 创世纪十二章 所以我们讲 神的应许的时候 是什么 一个已经在基督里面 重生得救的 神与他同在了 对不对 神与他同在了 绝对不离开他了 但是不是留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同在的意义 这个同在所带来的是什么 因为神与他同在了 万福的根源与他同在了 透过他来祝福万民 对不对 所以他所爱的家庭 对不对 你的儿子 对 你的妻子叫多国之母 对 你的孩子也是列邦万民 要因他蒙福 对不对 家 地区 对不对 因你我必定祝福 你所齐居之地 还有列邦万族 要因你蒙福 所以这个叫万民 这个叫世界了 所以世界福音花 所以各位 为什么牧师 就是 我在新加坡一个人 就好好慕会就好 为什么你到处要跑 你们知道我牧师出来的时候 我开始去中国宣教的时候 我最小的孩子三岁 第二个四岁 第三个五岁 你们听我的信息 你们都会知道 这些见证 对不对 孩子三四五的时候 是最难的 最难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孩子十岁了 我现在孩子差不多 十二十一十岁了 现在比较容易 十三岁的时候 去的时候 师母那时候还上班 就有一个佣人 也帮助她 其实很辛苦的这样过了 但是很奇妙的 因为这个应许 赐给了在他里面蒙恩之人 这个应许 很奇妙 这个应许是叫你认识你自己的 你认识自己 所以你认识了神 在原来三位一体上帝 这样在我里面 之后他告诉你 你是谁 你不是一个偶然的人 忽然间移民到悉尼这个地方 然后找饭吃 这样做 不是这个东西 看起来 亚伯拉罕也是很狼狈 很可怜的 家人死了 应该有的孩子也没有 但是其实 对他这样的 重生的人 当然旧约没有重生这个字眼 对 被神得着的 这样的人里面 包含着这个计划 包含这个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听神的声音 你的心灵要听神的声音 是这个两样东西 基督跟应许 要清楚 不然根本没有判断的根基 没有这个两样东西 你在基督里的蒙恩 跟神所赐你的应许 你今天 你怎么活 今天只有 活着就是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就是这样 然后玩了 去见主就好了 但是有这个应许的时候 结婚为了什么 养育儿女为了什么 这些很清楚就会知道了 我遇到苦难 主啊 为什么我 这个苦难来我身上 主我知道 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 连我这次来特会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见各位 我就说 中间弟兄在这边 对不对 刚好 我就给他介绍 我们几位弟兄姐妹 我说你自己 跟他们交流交流 我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就一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看到大家 我们三四十位弟兄姐妹 我心里面是 真的 一个人相信应许的时候 他遇见的人情况 他矫章说他的地 真不一样 到的那个地方去 我们姐妹从阿根廷也是刚好 就是碰上这个时间 所以到这个地方应许 你说牧师 我现在有两份工作 要做这个工还是那个工 你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根基的 你应该说 主啊 无论我做哪一份工作 你一定与我同在 先从这个思想开始 对不对 从这个思想开始 不要去担心 你的将来的配偶 不要担心你生出来的孩子 因为我是蒙恩的 我是得蒙神的应许 所以我所生的就是以撒了 所以你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他叫你担心啊 什么啊 用应许来看 主啊 他身上的有一些给我的功课 他长大的时候 可能他学习不好啊 或者特别的调皮 老师打电话来啊 什么 那个里面一定有 叫你祝福你旁边的人 叫你见证基督的 那个的见证 通过那个要给你 如果你这样信 你就必会这样遇见 你就会这样看见 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 我怎么会认识忠建弟兄啊 他是在网站遇到我的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我们就这样相聚了 感谢主 主的作为 OK 你们可以吗 给我多五分钟 十分钟 然后我们就喝茶好不好 我讲多一个东西我就解锁了 那现在 现在因为我刚才是读什么 我是读这个创世纪嘛 亚当听到神的声音嘛 我就惧怕 对不对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堕落了 对不对 离开神 接着基督回复的是什么 回复的是这个了 教会 教会里面 重生的人 没有 都是三阳 教会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 教会的行政处理 全部都是世界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就会分党派 就会分你我的意见 所以其实呢 这个清楚了 其实教会里面 才慢慢有门徒培训的系统会出来 然后下面 第三 神的 现在我们看神的话 经过基督之后 经过他的宝血的救赎 神的话 不再是英国 虽然神的话 神的话有没有英国 有没有 英国是佛教用的 对不对 但是其实所有的宗教里面 他们是一般启示 他们就懂部分的 对 你反了有一种原理 对不对 你犯奸淫的 看历史历代犯奸淫的都是不好 就是这样 会得病的 然后呢 就看 这个是宗教 就是好像他们懂 有一种超自然的原理 但是他们不认定 那个原理的主宰 对 他们更不认定 救赎 所以基督信仰 神的话 现在是怎样 有没有英国 也有 有原则 有原理 但是是写给谁的 不是 对不对 写给谁的 写给他的儿女的 对不对 写给穷生的 他用重价买回来的 所以这个道 听的时候呢 不是要刑罚你们的 这个道是要 保护你们的 要爱你们的 要向你们施恩的 这个道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眼光了 看圣经的整个眼光 所以 神的道里面 真理 所有的一个现象 世界里面 背后是有属灵的事实 背后是有真理的 所以这个真理呢 没有这个真理 对 这个世界里面 科学是不是真理 科学是真理 我跟各位说 这个世界里面 哲学科学心理学 都有 都是 都是有真理的成分在里面的 都是有真理的成分的 但是圣经66本书 是真理中的真理来的 那个 总真理来的 所以呢 这个层次性又不一样 如果 你有病 现在你有病 如果 科学告诉你 你应该吃药 但是呢 你吃了吃了 也不会好 生命感动你 你教给我 相信我会医治你 我现在不是叫各位 不要吃药 我现在讲的是 如果圣灵这样告诉你 那 你要不要听 听 那 我不要听 科学也是神造的嘛 对 但是层次不一样 对不对 从神而来的 跟 这个世界 上帝造万有的时候 放着的有一些原则 那个原则不能超越 神所在圣经里面定的 你们了解吗 其实我们没有真理的话 很多东西不能判断的 我讲一句话 你们会理解 夫妇是什么 上帝造的时候 男女成为一体 对不对 很简单的真理 所以男跟男 马上不亏了 对不对 男跟男 女跟女 这个是 无论怎样相爱 这个里面 没有 夫妇的 上帝所定的 那个荣耀 喜乐 在里面 那个背后 运作的灵 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像 一般的 一般的 夫妇一样 我们领养一个孩子 我们也有孩子 两个男人带一个孩子 你领养的孩子 是一个男跟一个女生出来的 这个叫真理 对不对 所以呢 世人现在是 他们 就是把真理放一边 对不对 他们只有 自己喜好的 自己想的 自己领悟的 所以连你要经历圣灵 等一下我有机会讲圣灵 你自己领悟圣灵 但是你不要真理的话 很危险 你听的是什么声音 虽然是给你很优美的声音 很舒服的声音 但是未必是从神来的声音 我跟你们讲 你们懂康德这个人吗 你们懂Emmanuel Kant 康德这个 17世纪还是什么 他是一个宗教哲学家 他很有启发的一个人 他是 他是这样讲 他讲 这个宇宙有两样东西 叫我心里面很畏惧的 由于我看到天上的心 跟那个宇宙里面的银河的时候 哇 我的心里面总是有一种畏惧 恐惧 他就这样讲了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我里面的有一个良心 无论做什么东西 有一个良心 他说 你这样做对不对 你这样做不对 好像无论我做什么 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有时候他会指控我 有时候他会肯定我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 我不能隐瞒他 我可以隐瞒我的太太 我可以隐瞒我的牧师 什么 但是这个在我里面的 叫良知 良知 conscience 英文叫conscience 其实从拉丁文 coscience 就是一个同知者 他在你里面 你心里面的一个机能 上帝放在你里面的一个机能 他能够知道 你无论做 偷偷做的 他知道了 所以这个康德 他是思想家 他说 我已经很怕 我看到万星的时候 我那个畏惧 为什么 其实他没有真理 他就是 他不信上帝 但是他自己能够领悟出 这个道理 因为按着真理 我们一看到 整个万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自己的渺小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 万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无限 有一个无限 空间的无限 时光的无限 所以想到 那我就短暂的存在的时候 所以自然很畏惧的 但是圣经又一句话说什么 人算什么 神既然顾念他 有没有 他叫我比天使微小一点 把尊荣尊贵 放在我身上 有没有 一听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哇 原来这个无限 是为我造的 对不对 那很奇妙的 你的心灵里面 你就平安了 你的良心里面 为什么你每次 这个良心会 因为你有罪 你有 你会堕落 你有堕落的人性里面 你做的有一些东西 其实你的良知 会告诉你 你是错的 你是隐瞒人的 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每次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得到保血的遮盖的时候 主啊 我是承认我的过犯 我的罪 我是被你拯救的 很奇妙的 你的心灵里面 因这个真理 你是得自由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没有真理 你不懂什么 什么叫钱 怎么管理 钱 我们是怎样 我们唯物论主义 主义出来的 是怎样 钱多得是好的 多得是能力的 我跟你们说 反而没有能力 真理告诉你 如果这个钱 当那的 你当那献给神的意思 就是证明 我一切所有的是 从他而来的 所以先认定 耶和华一勒 他是赐福者 所以我平安了 对不对 我甚至只有一个月 赚一千块也够 因为这是从他来的 他会负责 然后呢 这个钱 我要怎么管理 所以上帝给我们真理 叫我们怎么管钱 你钱多 但是你不懂得管 证明你是没有能力的 这个钱会管你 这个钱会叫你 他过分的放纵 或者过分的吝啬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没有真理 你连跟钱的关系都不 付付的关系 孩子不要惹他 对不对 灭了他的志气 所以我们一直要他向上 惹他 然后他越来越成为没有出息 因为你的 原来应该要保护他的父母 应该要保护他 保护他的心灵 要发挥他的潜能的 一直摧毁他 旁边的叔叔摧毁他 他OK 没有问题 但是你是我的源头 我的父母 你讲的话摧毁我 所以他是很严重的受伤 所以很多的孩子的问题 是父母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用真理 你会明白的 他在学习 我们现在新加坡 你们知道 我们不懂现在是不是这样 学校里面 老师骂他几句话 他哭着回来跟父母讲 老师这样讲我 父母就去学校投诉 然后老师就没有办法了 这样能够养出什么孩子 你们了解吗 所以你按照一个总原则 神的真理的时候 你跟历史的关系 世界的关系 夫妇的关系 钱财的关系 全部会归正 所以从这个真理 你才懂什么叫做 何为上帝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凡事上的美意 你为什么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历史的一个边缘 最后的事 神的真理告诉你什么 有一个整个总原则 所告诉你的 他现在在你的身上 你的人生 你的过去 现在 未来是要成就什么事 他的美意是什么 其实没有时间讲 其实当然这个要讲 两个小时 但是牧师以后有空才来讲 现在大概三样东西 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或者如果你们要问答 我们就不讲道 你们问我答 或者如果再下去的话 等一下有机会 我们讲圣灵 我们讲祷告的东西 如果各位想听我们就讲 如果你们想问我就回答 我们时间不多 现在就 8点45分 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 好吧